超恐怖 失眠婦用牙籤彈感冒 這個很尖耶 這樣是虐待動物囉 我們就直接看到我虐待動物 是不是讓我們昨天才好睡咧 野貓在遮雨棚跑跳 吵得高雄這富人失眠 牠只好放牙籤店驅趕 動保團體上個月21日 接到民眾檢舉 我同動保處到場勸導 這個要把它拆掉 我是也是看人家菜場在用的 這個是牙籤 菜市場哪邊用的 是哪個菜市場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富人被要求取下 讓牠相當不服氣 人家人 我們就成立耶 無獨優偶在鹽城驅紅茶店 也有疑似預防野貓的釘子店 真的有夠變態 你看這個圖釘 這個圖釘沒有你如果上去 你再玩食物一個 動保團體認為 釘子店跟捕獸甲一樣不冷道 用這種狂犯去處理 而不是說你自己愛怎麼用就是怎麼用 動保處則表示 放置釘子店可能騷擾或傷害動物 依法最高可處七萬五千元 動新聞高雄報導 就先往會進來 進行 拍照